台湾 台湾只有台湾或中國 但事實上中國玩扯鈴比較多的是老人 他們都是在公園啊 然後玩單頭的扯鈴是最多的 他們反而覺得小朋友學這個 可能不好啊或浪費時間 好好讀書就好了 對 雖然他們還是以扯鈴當作他們的 一個文化的一部分 當然台灣 這是政治問題啦 不理了 反正就是中國也有人在玩扯鈴 但台灣是小學國高中密度最高的地方 對對對 那還有像馬來西亞也很多人在玩 對 香港也有 美國也有一些 歐洲很多 對 歐洲很多人在玩扯鈴 比賽開始 好這後龍又出現了 因為後龍他們真的蠻強的啊 所以他們在男支組女支組 都有人進前兩 沒錯 這拋鈴非常的精準 拋鈴如果拋到你就會看到選手 他其實腳都不用移動 就可以接到別人的扯鈴了 好一開始是兩個人三領一個人雙領 做炸彈開花的動作 好快的就 做護船給雙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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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兩組人做護拋 八人接了 對 他們其實看起來蠻從容的 對 目前還沒有到他們比較難的部分 所以他們可能都還可以輕鬆地面對 對 冤析 對 這也是拚到彩 這也是拚到彩 這L型的 拋鈴 繞腳 繞腳是蠻多 在國小團隊發展 會讓小朋友先學的一個基本動作 我自己也很喜歡教繞腳 繞腳對小朋友的學習上 他可以做學兩科車裡面的準備 那小朋友其實很 大部分小朋友看到繞腳都蠻喜歡的 學會也非常有成就感 對 的確是蠻從容的 表情都還可以保持得很漂亮 對 好 兩組 兩組的兩組 好 再加一個花式 完成 八個人都完成了 接著 馬上就來到 八個人都起三領 哇 三領 那也是回到我們剛剛在講的 其實 近二十年來的時候 應該發展很快 可能二十年前 其實只要會雙領 大概 你就可以成為全國賽的冠軍得主之一了 但其實 大概在十五年前 三領可能剛開始出現 那時候可能會三領就非常厲害了 對啊 而且那時候會三領的可能都已經是大專生 但現在其實在小學 小學如果你不會三領 在國小組的比賽 基本上 你已經 沒什麼機會 對 沒什麼機會跟競爭力了 所以很多家長會問我們說 我小孩想要學扯鈴 然後參加比賽好不好 我都覺得如果你想要比賽 那你選別的項目可能比較開心 對啊 扯鈴如果你沒有真的非常有興趣的小朋友 其實 他其實要練習的量是蠻大的 對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練三領基本上 要很認真 三到六個月 可能一天要練一小時到兩小時 是 而且團隊的 所以他們這隊可以 八個人都起來 對 是蠻厲害的 好 其實也 之前我們去出國的時候 像日本人 在 他們在山領的部分 比較少人會 他們就覺得台灣的小朋友 每一個都會山領 他們就很誇張 因為在日本會山領的人很少 日本比較喜歡玩的是 別的風格 對 可是他們一來台灣就覺得 山領怎麼 好像每個小朋友都會 都會 對啊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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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comments lindo 這是迴龍出海的反向的操作 然後再接回一個互動 後龍很喜歡這種大家一起跑動的畫面感 這個雙拋畫線 其實拋臨在團隊當中是很好搶分的一個項目 就拋臨漂亮其實會很賞心悅目 然後很單純直接的一個畫面